- 嗨,大家好,我是小秘书 - 还记得我们上次做了绿彩的实验吗? - 这一次我们要来做第二次的实验哦! - 这一次我们要来做第二次的实验哦! - 因为呢,拍发山有跟我们讲说 - 它的绿彩呢,用车子压过也不会爆掉哦! - 小秘书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神奇呢? - 绿彩啊,就是石头,那车子这么重的东西 - 压过去一定会爆掉的! - 一定会爆掉的! - 一定会爆掉的! - 为了解决小秘书的疑惑 - 我现在就来做实验哦! - 这个是PUS - 这个是火山岩 - 这边 - 这是桃池花 - 这是六角石英石 - 这是三五果 - 我们现在就来做测试吧! - 现在石头前…… - entry - 百公寒 - 系绝上水 - 入完全煮不止去 - 周票 - 我来看明明 - 怎么样 - 鬼肉 - 滴 - 都碎掉了哩 - 只剩这个! 第一位是,這個是完好無缺的 這火山也裂開了 這陶石環,這死一死 這珊瑚谷,全都裂開了 老闆講的是對的 我們已經知道吸水與排水的重要性 那麼綠材堅硬的程度對過濾系統有什麼影響呢? 實際上,使用時,堅硬的綠材粉層也較少 更容易清洗,使用期限相對也延長許多 根據開發商的說明,它為何要研發如此堅硬的材質? 原因在於一般的綠材,常年經由水流沖刷,逐漸剝弱 而這些細小的粉層也會跟著一起進入魚缸中 可能會造成魚汁的損害,因而開發出這樣的產品 好啦,小秘書今天的測試就到這邊囉 希望下一次再為大家帶來一些有趣的實驗 掰掰 下一次再次回到我們接下來 我們下集快一點 看到小秘書的尖書 為大家有 ignite熱情 紅小秘書的尖書 是十分之一 我們下集快一點 喜歡平靜的尖書 記得把大秘書的尖書 可以趕快一點 我可以幫忙 然後開發至年 我建議 甚至早發至還是